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一起聊一聊 开学了 好开心啊 你开心是吧 因为你没有 我再也不会开学了 让我们带着这种感觉 回忆一下 你在学生时代 做过的极品的事情 好 我在学校里边看到 有人穿Cosplay来上课的 简直就像是那种 月亮少女下凡 来消灭人类的感觉 那个水冰月 对 穿的就是那一套 还要消灭这个学校 就是如果是文科专业 我都能够理解啊 就是说如果说是 艺术表演专业 就更能够理解了 更能理解 因为现在走在大街上 都有好多人 就穿成像这样神经病人 你多赌了 多正常 那挺好的 我觉得挺自信的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不是太轴了一点呢 你的问题吧 毕竟二十年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对 所以你是可能见识太少了 除非你学的专业 特别偏门的 国际谍报站 还有什么 桑葬服 冰藏业那些之类的 这就很奇怪了 你知道吗 还有吗 我们要问问唐老师吧 我们两个一人分享一个 我们那个年代 校园的故事 我这样一讲 这个金牛座就要伤心了 真的吗 我那个金牛座的同学 他就是一个 特喜欢装清纯 然后在恋爱方面也很奇怪 他是属于 只要有同学讲黄段子 大家都在那边有的大笑有的这样沿嘴笑的时候他永远是站出来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懂 他是真的听不懂 什么是黄段子啊 你为家 你少来 so colorful 然后呢 他又特别喜欢追一些学长 那个学长刚好喜欢的都男生 但他就一定要表白 而且他深深的相信 他会把弯的掰成直的 韩老师一出手都是在尺度之外的故事 那是值得好是完美呢 他会把他的告白信贴在公布栏上 就是我是这么的喜欢他我要跟他告白 我要把他掰成 那让别人很多人很尴尬 全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有讲一个那个就是就是大学的时候 我的同学就谈恋爱热恋的阶段就总喜欢显白嘛 完了之后呢他那天喝醉了他女朋友就来接他 那是秋天的时候就穿戴帽衫嘛 有帽子的 这哥们醉了以为是个垃圾桶 就直接拿着这嗷嗷亲爱的 就吐在他的戴帽衫里面 而且就说天气这么冷赶紧戴上帽子吧 你知道吗就那个呕吐就 这是真的吗 真的啊就后来就分手了 肯定要分手 这些味道都是可以 一接吻就回想起那个味道 他们的感情已经蒙上阴影了 真的是挺奇葩的 那马上新生呢要入学了 我们也总结了一百种新生入学的时候 错误的示范 不该这么入学 不该这样做的事 不该 这样入学 这都是一百种之内的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 我们又迎来了一批意气风发 斗志含养的新生 新生入学的一把个建议 熏熏不要忘记涂防晒 教官你好 教官 再见 不要跟石堂阿姨对视 不要跟学姐谈恋爱 好可爱啊 别动 不是 不要中秋节后去食堂 因为你会吃到 青春月饼 红烧月饼 酱香月饼 回锅月饼 爆炒月饼 炒月饼 炒月饼 不要跟同级女生谈恋爱 我爸 妈妈都等了三年了 还能到你 不要跟室友谈恋爱 肥皂呢 肥皂呢 肥皂在哪里 昨天才买的肥皂 你们还让人洗衣服了 不要代替同学打到 张秀菊 刀 刘春华 看到 王飞虎 你走啦 你走啦 乘二娃 我来 离喜 在这儿 肚子横 干啥呢 不要再使用公共投影仪式 点开自己的播放器 大家好 我今天的演讲题是我的理想 周末不要第一个下床 小猪 帮我买个饭 帮我拿下衣服 帮我淀杯水 帮我起床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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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图书馆学习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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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追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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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 那个真的是太错误了 那真的会被学长暴打的那种 不能追学姐 不能追学妹 什么都不能 对 我怎么等了三年了还轮到你啊 那其实呢我们的星座守护团里面 就有现在在校的大学生 余小猪 哇 挺多的啊 你也举手了 你跟我奶奶是一个大学生 老年大学好吗 那继修表演课怎么了 真正的有四位 我知道我这手卡里面有 厨女座 然后是双子座 射手座 狮子座 有什么极品的同学没有 有啊 像我是学艺术类大学嘛 然后就是班里嘛 就是星级表就是很多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我放在寝室桌子上的东西 就一只口红啊或者一个粉啊怎么的 他莫名其妙就没了 过几天他拿出来用了 然后我就说 哎这好像是我的吧 然后他就咬死说就是我的 你说我能拿他怎么着 就人质见则无敌你知道吗 这不是极品啊 这是这是小偷啊 这是人品有问题啊 这得被抓起来啊 这个 喂喂 120 120 哈哈哈 我 我有一个同学他上 就是文化课的时候 他可以从第一节课睡到第四节 中间的下课 他是不醒的 但是呢 他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 叫做试睡师 就是专门去酒店帮别人睡觉 专门试睡的 哇很好啊 是在认真说的吗 真的认真在说 佳哥 我是不纯洁想到别的试睡 试睡 试睡床 试睡床不是睡人 佳哥 我是这个意思呀 你小猪你真的有问题 你这就是一百种最错误的示范了 思想不纯 这不能带到学校里面去的啊 好 走理 试睡员知道吗 睡床的 睡人 嗯 就是那个床 那个垫 是 床垫 舒不舒服 这个也是很久了 我们鼓掌一下吧 你提一下 哦 哦 就是睡出了一片天 是吧 啊 这个还挺好 鸡牛肚 怎么呢 我有一个同学 一个男生啊 他就是我们一般包里背的是课板什么的 他背的都是油 盐 酱 酷 啊 还有钓鱼竿 你们是新东方厨艺学校吗 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而且你跟他聊天聊到 就大家聊得好好的 突然他会问你去 哎 你知道赤子之心吗 就会把这个天给聊死了 瞬间冷冻 而且他在自己的宿舍里边 然后买那个大的木盆 自己泡澡 当众泡吗 反正就是他们宿舍 男生都知道啊 全校都知道基本上 他们就我觉得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理性 然后呢就是喜欢宅 然后喜欢玩游戏 然后自己走在路上 跟自己就是 也就是 当演游戏当中的人 他说 我给你一个 然后我中招了 就有自己的世界 好 那其实说到这个同学 娜娜现在非常多的明星 也越来越偏小 对 很多是在校生 边拍 戏 边工作 边念书的 像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位极品呢 就是 在校的 一 仰 千 喜 我的时候可以说他 他多好 你以为也是上面说的那种极品的极品是吧 但这个就是真的是人间极品了 我们来VCR了解一下 马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字 学霸们开开心心的踏入理想的大学 学渣们则不得不面对 出国还是蓝翔的人生选择 人们每年都会关注那些文理科状元的绝霸 而以下这些娱乐圈里的绝霸 可能你从来没想到 演员界绝霸杨幂 学霸指数两星半 北映文化课第一名 这终于解释通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黑他 一个宿舍里的绝霸 总得有个生活上的缺点探索的过去 我要一雪前耻奋发图强 歌手建学霸王力宏 学霸指数三星半 世界顶尖音乐学院优等声 影视演员里歌唱得最好 歌星里长得最帅 帅歌中学习最好 总之牛逼就对了 偶像的建学霸一阳千玺 学霸指数四颗星 虽然常年在外拍戏录节目 却是从牢牢霸占年纪第一的位置 遇到那些认真上学的我们 情何以堪 同星界学霸 关小彤 学霸指数四星半 在其他年少层民的影星 争取破格录取的同时 他以高出录取线200分的成绩考上北映 原来浪费才是学霸最喜欢的姿势 模特级学霸林志凌 学霸指数五颗星 多伦多大学西洋美术与经济学双修 现在你知道 在导航里志凌姐姐嗲嗲的声音 蕴航着多么深厚的姿势了吧 明星们都这么努力做着学霸 你们还有什么借口做学渣呢 这点有认真认真的极品了 哇 什么都优秀 厉害了 其实昨天我刚刚跟那个 一阳千玺录完节目 然后其实我们就 正好就是有一些测试 就是那种关于知识类的 比如说我们只能靠猜 当然了我们也是过去这么多年了 也不是在线的知识 但是他完全能知道错在哪儿 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还是挺厉害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汤老师身后呢 就是一阳千玺同学的心盘 是啊 我们就通过心盘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人间极品了 是的 好不好 好 看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要看他的水星怎么样 但是能不能成学霸 要看他的木星 还有他的射手做公位了 所以双子射手其实在占星学里面 掌管的都是学习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一阳千玺 双子有什么 木星 然后呢 射手有什么 太阳 月亮 明王星 当然了很多跟他同一天生的 你也有这样的心盘结构 那么你有没有机会成为学霸呢 你是有的 林志玲也是射手座 或者是你就算不能在学校成为学霸 你以后出社会 你很可能 你的人生智慧 或者你给人家劝告中故 是别人觉得挺有观点的 这是你可以努力的方向 还有一个星座也跟天才有关系 那就是水瓶座了 水瓶这个星座是来打破繁离的 打破人们知识的疆界 一阳天喜的星盘里面 天 海 就在同一个星座 水瓶座 这个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说的外星人 那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天王星是在这个 96年的时候进来的 96年到03年 所以96年到03年的小孩 就是来打破我们的规矩 这些小孩长大以后 他们一定会干出很多 我们觉得莫名其妙 或瞠目结舌的事情 一阳千玺 他刚好是2000年 也就是他集合了天王星 跟海王星的力量 所以这一代的小孩 他们的思维逻辑 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 然后他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打破你们啊 就是颠覆你们啊 所以等他们长大以后 科技一定又会有大要紧 那这个星盘能看得出 他对亲情很照顾吗 也看得出来的 来 他的水星在天蝎座 而且在这个十二宫 其实我认为 他是一个内在 有很多秘密的小孩 委屈他是不会说的 而且委屈是他的动力 听到你说这一段的时候 有起鸡皮疙瘩了 好准哦 是 阴阳千玺的水星在十二宫 这种人有一个特色 他莫名其妙的可能会在 不知不觉当中说出真心话 比如说他收东西的时候就 我那东西在哪呢 我的手机 我的什么 像这种人家不会说出来的 他正在找的话 他可能就会不知不觉 把心里话说出来 好 那他的精心在 这个摩羯座 所以他是一个 很有责任感的人 然后负责任也会使得他的这一生 钱财无余 这个 对 吸睛能力很强 他超级照顾他的弟弟啊 他们都说是那个晒地狂 他只有看他弟弟的时候 才会就露出笑容吗 当然我觉得星盘可能大家只是在分析 当然他在生活当中肯定是 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包括其他两位 因为我们每次做节目 他们都是比如说 尽量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 然后都是在选择在周末 然后就是学校才放人出来 录节目或者怎么样 他们做完就马上赶回到学校这样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他要兼顾两边 看得出所有的努力 可以体现在这样的成绩上面 对吧 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偶像 还是要多多支持好好学习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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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考验一下 在座的各位吧 既然大家都非常认同 是吧 那我们就来首先做个测试 大家的知识量 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 好吧 我们要看看大家认识的字有多少 完了之后 这些字你们认识吗 先看级别一 看第一组 三羊 开一看 谁要你们接成语 不是要你们接成语好吗 三个羊叠在一起 念什么字呢 这次念山 山 医生 山 念羹 绝对看答案了你 好了 正确答案 我们来看 三羊叠在一起 哇 三羊叠在一起 厉害 厉害 他其实刚刚跑到我的化妆间去看了台本 天呐 第二个的 念门 门 牛 奔 奔 奔跑的奔 奔跑的奔 是不是呢 请看 哇 为什么会有那个水瓶歌念门嘞 因为牛 牛多 喊着门 门 哦 是牛的叫声 因为他作为一个吃货 只知道这个动物是怎么叫的 羊怎么叫 门 牛怎么叫 门 鸡呢 哥哥 就是你们这样叫的 啊 哈哈 啊 下个单 鱼 马 羊 念 biu 驾 当那个天蝎座你还是我师弟 你念出这个驾字的时候 不是驾字吗 我都想让你驾鹤归 哈哈哈哈 好 我 请看什么字 biu 我听到水瓶座妹妹看到这个拼音 她念 biu 差不多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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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我让水瓶座的妹妹用所有这一个level的四个字来造个G 啊 啊 好啊 OK 哇 好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 这个有点难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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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这个字啊 这龙的繁体字吧 这个是啥呀 传人呢 这一个字念传人两个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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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龙字念请看 打 完全不沾边啊 好奇怪啊 好奇怪啊 发达的打吗 打人就是说你三龙在一身说明这个人可能是有天才的 哇哦 估计是这个意思啊 我随便说的别挖了哈哈哈 水瓶座的妹妹请用这四个字造个G 从前有一个牧场上面有一有一群小动物会叫山山奔奔彪彪跟打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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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哦 简直是疯马牛不相机的一个 哈哈 我以为你会说今天我去上节目 节目里面出了四个字 他们分别就好 三奔彪彪 说实话这几个字里面呢 我也真的只认识本子 哈哈哈 你哥都不认识 这都不是太常用的字 根本就不会用 确实我们就算不知道我们回去也不妨碍我们学习 了解一下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啊 打哈欠一说到学习 我谢谢你啊 这个节目是承担了一些正能量的 不是因为这四个字我这辈子都用不了 你怎么知道你这辈子这么短 哈哈哈 其实有好多时候现实跟这个梦想是有距离的 你认认真真学习 到头来找的一份工作也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发现你身边那些人根本在念书的时候不咋样 对啊 可是现在背着驴骑着搭 哈哈哈 所以的话大家就可以来讲讲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你有什么样生活当中的例子 我是来自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 然后呢 读书成绩不怎么样 那现在呢 现在我是一名法治节目的主持人 混得还不错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成绩不是那么好 但是你的创造力就会很好 反对 我觉得学霸才能拯救世界 你是学霸吗 我是啊 我来证明一下啊 我当年高考比上海系学院的分数限高了将近两百分 你以为你是冠晓彤啊 然后我是五百五文化分第一名专业分全国第二考进上系的 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是全系唯一一个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然后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就站在佳哥旁边啊 你走开 哎 佳哥我来说吧 我真的是一个学渣 而且关键是我是湖北黄岗人 是黄岗不 很折磨人 黄岗的教学水平超好的是不是 所以你说我不配当一个黄岗人 我学习情真是非常差 重点是我现在所有的什么高中大学同意 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 离婚的离婚二婚的二婚 我现在还是孜然 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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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孜然姬世呢你 所以你现在能坐在这里完全是因为导演组抱着一颗慈善的心态 没有 我现在混得很好啊 我现在是我们同学里面的小富婆 小疯婆子吧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要不呢你就是认认真真学 要不就像这位摩羯座一样活开了 啥都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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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豁出处了 做这一行就是要豁得出处 对 还有吗 还有 出女的 我认为学霸能够拯救世界 为什么呢 你看学霸他如果长得丑的话 他还有一门就是特长就是学习好 但你看学渣的话 你学习不好还没长得丑 那你死了吧 什么东西 如果你又是学渣 颜值低 但是你能豁得出处 对 我觉得还是不能这样说 我觉得颜值不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通过一些 用功的东西去补 才能使你的这个人生更加的立体 对吧 那唐老师 是 所以你知道吗 在我心目中学霸的星座就是有四个星座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变动星座的朋友 你们天生有学霸的能力 这一组要好好发挥你们这一方面的能力跟长才 你们头上是有天线的 可是呢 这一组人也自己很容易堕落 比如说也很容易染上了什么酒瘾也好 或者是自我放弃也好 或者是聪明反被聪明物也好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变动星座的人常常天才但是又孤独 OK 谢谢 谢谢唐老师 那我们看一段接彩 是哪个星座容易出这个极品的同学 好不好 极品同学 来看一下 在慢慢求学路上 你一定遇到过一些令你难忘的奇葩同学 他的世界一看不懂 你的世界他进不来 那么十二星座同学 谁才是令你记忆犹新的人间极品呢 处女座 处女座吧 处女座好像比较贵 太自我了 特别洁癖了 他就是每天洗澡 一天要洗三次那种 怎么都不让我坐他的床 男的太 一起走 女的也很麻烦 什么处女座一直在 说没有了吧 那就狮子座吧 表面很强势 特别强横的 我觉得他名字就挺奇葩的 双子座不是都有双重性格吗 有时候非常的忧郁 有时候非常的脑洞大开 随便就是同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很奇怪 射手座可能比较花心一点 这可不能说 他认识我啊 班杨座长老子就是为了显高吗 射手 因为我老婆是射手 摩羯 摩羯吧 摩羯座太工作困难了 冷啊 金牛座吧 我这个星座 为什么 金牛座 因为我就是个奇葩 我就是个奇品 金牛比较抠 我很大胖 因为我是月光座 没有人送不下钱 你不要觉得我口 我觉得金牛座 那你为什么会跟个奇葩谈恋爱呢 因为刚开始不知道 然后后来 后悔也来不及了 经过百人揭彩 据大数据网络问卷调查 最终得出最容易出极品同学的星座第三名 行为诡异博出味的狮子座 第二名 有自我毁灭症的金牛座 第一名 则是宇宙第一黑的处女座 而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同学 是好好先生巨蟹座 哇 好准 还是处女座容易出奇葩的 是的 极品的人 刚刚我们在做这个调查之前 我心里想 肯定是土象星座 那现在处女跟金牛就占了前两名 摩羯在哪里 第四名 因为土象星座没有在管别人的 他们是把自己眼前的事情 干好了就好了 我对得起良心 我对得起天地 那你怎么看我 我管你的 所以这些人 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眼中的奇葩 就不足为奇了 好 那你们还记得你们这些就是眼中的极品同学 现在混得如何 我的那个同学混去精神病医院了 他有一点异想症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富二代 他今天要提量保时捷 明天准备提量奔驰 然后后 对 然后后来他有一次跟一个真的富二代对骂护喷 然后那个富二代就跟他约架 然后就出来 然后就把他打了一顿 进了医院以后就才查出来他脑子是有点问题的 但是我有一个反例 就是他们刚刚举就是奇葩 但是也混不出什么名堂 我这边就有个同学 他以前就是特别爱钻牛角尖 想事儿 他就总想暖气片到底是怎么供暖的 为什么开关 就是我说开关是因为有正负两节上接通了 我说开关你说右 开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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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特别喜欢钻牛角尖 后来他就成为了现在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摄影师 总拍明星什么的 就钻 特别钻 那当时就是说你说这些什么乔布斯 或者说很多人他们以前做的事情大家都觉得 觉得他是疯子 哎 金牛顿你是不是也 我就想说一下我之前那个同学 就是赤子是青的那个同学 比如说我们学表演吧 四年毕业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 就他的工作很另类 他是做什么 开挖掘机去了 行了四年表演 然后开挖掘机去了 是我师哥 天哪 我好像也听说就是我们一起学波音主持的同学 后来去什么 飞行的调度 空管 疫情吗 空管 这个超转的 这个怎么可能会转 我跟你说这个行业在航空里仅次于飞行员的转度 为什么 是的 难怪其实他们也可能是看中了 如果在这一行没有什么出息的话 那还不如及时转一行 我觉得还OK的 那接下来呢就请唐老师给我们支招 是的 星座在大学期间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成为奇葩 其实有一些这个方式的 谢谢唐老师 是的 避免成为被人家鄙视的人 你最容易被人家鄙视的原因在哪里呢 开挖星座是白羊巨蟹天品摩羯这四个星座 因为你们勇于做自己 所以你们最容易露出阴阳怪气的那一面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正常啊 你阴阳怪气的样子全部的人都看得见 真的 而且你不能纠正他们 他们脾气很硬的 而且他们是我行我素惯了的 所以我劝你还是把它放在心上 好我们来看固定星座了 固定星座就是金牛狮子天蝎水瓶 在学校这个和谐的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就是那突出的一群 我们喜欢奇装异服 我们自己的品味很特别 我们自己穿这样子 自己很开心 但是别人不开心 所以固定星座 金牛狮子天蝎水瓶 如果遇到人家霸凌你了 欺负你了 多半就是他看你不顺眼了 霸凌 这几个星座会说 来吧 然后还有这四个星座 常常犯蠢 尤其在感情方面 眼光特别的不好 而且看上奇怪的人 别人都告诉你说不好吧 他跟你不配 可是你就会说 好可爱 你看他那光着脚 那个没礼貌的样子 你反而觉得是很可爱的 当你的眼光调到一个 大家都不理解的世界的时候 别人就自然而然 会有点鄙视了 觉得你就是个白痴 所以金牛狮子天蝎水瓶 你在谈感情方面尽量保密一点 不要让人家什么都看穿了 好 那至于变动星座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你让人很讨厌的地方 就是你很拽 很拽 对 比如说 好 那早就告诉过你了 我们劝你 白痴嘛你 好 当你这样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容易就被人家认为 真讨厌 好 谢谢 好了 希望新入校的同学们 一切顺利了 再辛苦我们的唐老师 这周的运势如何呢 新作运势 9月12号到18号 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看一下9月12到9月18星座运势到底如何呢 请天星座在这一周有三个 初女射手跟摩羯座了 初女星座的朋友 哇 这一周运气很好哦 赚钱机会多 而且呢 有加薪的可能性 当然这可能老板加你 也可能你自己争取来的哦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卡其色是不错的 另一个是射手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很适合谈论跟出国有关的事情 这一周是特别顺利的 而且你自己也很期待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金色是不错的 另一个则是摩羯座了 摩羯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很多是大事底定哦 还有这一周你特别想要花钱 你也能买到好东西物操所值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金色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琴时多元星座 那就是金牛 天平跟天蝎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 是蛮劳动的哦 你是老板眼中好用的员工 这当然是对你的包奖 只是你会很劳累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绿色是不错的 来看另一个是天平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特别适合同事跟发想 脑洞脑子有关 所以你是企划吗 你是文字工作者吗 那么你在这一周 会有很出色的表现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红色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则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最近很多的杂念杂思 都可以放下来了 因为有的搞定了 或有的已经心里有底了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黑色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阴天星座 那就是白羊跟水瓶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 你要注意的是睡不好 或者是脑神经衰弱 因为你心事太多了 而且你都不讲出口 可能会使你自己暗中的困扰 我会建议你把它讲出来 因为问题还没有很严重 颜色方面会建议你 偶色是不错的 另一个则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 很注意经营人际关系 或者是人际关系好了 你的感情关系才会顺利 以免有人暗中搞一些破坏 颜色方面会建议 蓝色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阴天星座 那是巨蟹跟双鱼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你要小心 在工作上比较人红是非多 或者是很多是非的事 就围绕着你 这会是要小心 一一应对的地方 颜色方面会建议 黄色是不错的 另一个则是双鱼 双鱼星座的朋友 老毛病要小心复发 都跟你的坏习惯有关 比如说 是不是常打游戏机呢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颜色方面会建议灰色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打雷闪电星座 那是双子跟狮子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辛苦了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那你心情不好 很可能跟另一半的沟通 也会出现一些断层或问题 所以在这段期间 你真的要多一点耐性 去厘清很多事情才行 颜色方面 建议白色是不错的 另一个则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你的某一些性格 比如说别人觉得你很强势 你很固执 这些地方可能会遭受攻击 所以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收敛自己的脾气才行 颜色方面会建议紫色是不错的 大家感谢唐老师 有一些伙伴们要感谢 对那我们要感谢合作伙伴 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客户端 以及百度百科 还有天奈K歌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最后送给大家福利 来到台中间来 我们放一段音乐 变动星座有几个 来来来双子处女 射手双鱼 来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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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